女人为了躲避FBI微博 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她脱下内衣 遮住了摄像头 掀开桌子 拆下桌腿和椅子上的弹簧 利用手边的化学物品 制造一枚简易炸弹 将它和弹簧一起塞进桌腿里 她还找到了一个灭火器 将它和桌腿连接起来 制造了一门火箭炮 就在这时 FBI冲进了房间 但女人早有准备 她拿起灭火器 向他们发射了一发火箭弹 一瞬间 所有FBI都被击倒在地 女人趁机逃出房间 夺走了一把枪 沿路打坏所有的摄像头 最终成功逃脱 今天带来高分动作爽片 特工邵特 邵特是美国中情局的特工 他美丽 聪明 又勇敢 无畏 他曾经执行过多次危险的任务 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还有一个深爱他的丈夫 他们相依为命 幸福美满 但是邵特的一切都是一个谎言 他其实是苏联派过来的间谍 他的真正目标 是在美国总统的葬礼上 暗杀前来调研的俄罗斯总统 他一直隐藏着自己的身份 直到有一天 他被一个叛逃的俄罗斯军官出卖了 这天 邵特被叫去审问那个军官 没想到军官竟然认出了他 军官把他的秘密告诉了中情局领导 让他们大吃一惊 他们不敢相信 眼前这个忠贞不渝的女特工 竟然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顶级间谍 他们立马下令抓捕邵特 把他关进审讯室里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邵特趁机逃出了中情局大楼 回到了自己家里 可是他发现自己的丈夫已经不在了 邵特认为老公一定是被FBI抓走的 他急忙穿上装备准备逃走 但是FBI已经来到他的住处 他们用力撞开房门 扔进了一枚镇包弹 FBI冲进房间 却发现邵特不见了 老黑在窗边查看 而邵特正藏在空调箱的另一边 邵特趁机爬到了隔壁的窗户 遇到了一个正在写作业的小女孩 女孩很好奇 就让邵特进了屋 邵特来到楼下想要离开 却被FBI发现 他们又开始了一场激烈的追逐 这一次邵特没有那么幸运 他很快就被FBI围住了 就在危机时刻 邵特抓住了一个机会 直接跳下了桥梁 落在了一辆开着的卡车上 邵特终于摆脱了FBI的追捕 他还抢走了一辆摩托车 飞驰而去 他住进了一家酒店 就在葬礼举行的教堂旁边 他真的要在美国副总统葬礼上 暗杀俄罗斯总统 调试了各种武器和炸药 放散床上 他还准备了一管蜘蛛毒液 查看了教堂的平面图 找到了最佳的刺杀位置 把自己的头发染成了黑色 以免被人认出来 第二天葬礼正式开始 俄罗斯总统和美国高层都到场了 邵特混入人群中 悄悄进入了教堂下水道 他沿着管道爬到了教堂的地下室 遇到几个巡浪的警卫 迅速解决了他们 就在俄罗斯总统要上台发言的时候 邵特冲到了副一层 他遭到了警卫的阻拦 一个飞踢打飞手枪 掰断手腕 塞栏上一剂肘击 又一个大逼抖 随后他破坏了音响系统 制造了混乱 他拿出了一枚炸弹 扔向了天花板 炸弹爆炸后 天花板坍塌了 俄罗斯总统掉到了邵特面前 邵特毫不犹豫地开枪打死了他 他完成了任务后 并没有逃跑 而是举起双手 等待被安保人员逮捕 这其实是他的计划 因为他知道 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撤退计划 邵特被压上警车后 突然发几攻击 他用头锤和肘击 制服了身边的警员 夺过电击枪 击运了司机 他让司机不停地踩油门 撞向前方的车辆 警车变成一团废铁 后面的追兵也被甩开了 邵特挂上倒挡 加大电流 向后面的车辆冲去 他成功摆透了所有人的追击 在紧张的氛围中 邵特迅速扫射了四周 但邵特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在接下来的混乱中 邵特成功摆透了束缚 冷静地从混乱的现场溜走 他改变了装扮 悄无声息地 乘船抵达了一个神秘的地方 在这里 他遇到了揭露他身份的老白 两人的眼神交汇 微笑着紧紧相拥 原来邵特真的是俄罗斯一名间谍 从小邵特就被选中 和其他众多孩子一样 被关在一个封锁的建筑中 组织者对他们进行严格的训练和思想灌输 不仅将他们塑造成为记忆高少的战士 更让他们成为绝对服从的工具 他们被分配了各种身份 隐藏在敌国的各个角落 等待任务的派发 邵特是其中最出色的一员 老白对他也十分欣赏 这次邵特完成了任务 赢得了老白的赞赏 但是下一个任务 却牵扯到了他的家庭 老白带他来到一个秘密基地 展现在他面前的 是绑在下面的他丈夫 老白想要在他面前解决他的丈夫 刺激他是否因为家庭而背叛 在老白的手下严密监视下 邵特无法做出任何反应 老白按下开关 水流开始涌入 他的丈夫即将被淹没 邵特泪眼婆娑 心如刀角 但他却无法做出任何反应 因为周围的枪口伺机而动 最终邵特只能眼睁睁 看着深爱的丈夫溺闭在水中 老白看着他的表现终于放心 向他展示了所有计划 但老白万万没想到 他触动了邵特的底线 趁老白不注意 邵特动手了 每一个动作都透露着决绝 尽管邵特对老白的忠诚 是从小培养的 但他与丈夫的感情 是无法替代的 邵特化身为死神 一路无情扫射前路 最后默默看着水中的爱人 转身离去 前路还有更多任务等着他 但此刻的他 只有冰冷的决绝 在飞往未知目的地的飞机上 邵特与他新的伙伴相遇 他有着显眼的脸巴 曾是他儿时的战友 如今他们命运在此交汇 共同肩负起一个重大的任务 暗杀美国总统 邵特换上了妥贴的伪装 跟随把脸混入一场盛大的酒会 由于俄国总统的突发事件 美俄两国的领导人 在此交涉了重要的国际事务 但他们毫不知情 一场更为危险的阴谋 正在悄悄欲尿 突然间 把脸毫不犹豫地推到身边的同伴 强行抢过保安的配枪 大喊着冲向目标 现场顿时陷入混乱 总统被紧急护送进了电梯 前往安全的堡垒 邵特毫不犹豫 私下伪装 迅速冲向电梯 他一拳击倒前来拦截的保安 双手扒开电梯门一跃而下 在电梯井中 他借着突起的支点 一路向下飞奔 当电梯抵达时 保安打开堡垒的门 总统与随行人员进入了堡垒 铁门随即关闭 邵特赶在门关的那一叉叉 闯入了堡垒 此时总统接到消息 俄方开始布置中武器 目标直指这个堡垒 这被视为了宣战的开始 总统决定打开了黑色手提箱 开始准备反击 手提箱经过指纹和声音验证后 展现出了他真正的力量 他不再是一个普通的手提箱 而是一个能决定国家命运的大杀器 就在此刻 他们发现了堡垒的安全门出现了故障 外面的守卫也失去了联系 邵特的身影突然出现在监控画面中 意识到危险的工作人员 赶紧取出了武器 但他是唯一被授权使用武器的人 谁料这名工作人员突然反水 开始对着总统保镖开火 由于完全没有防备 保镖们被他单方面屠杀 连不幸在场的女文职也遭了殃 暗杀者开始逼迫总统 让他选择一个国家发射核弹 以此引发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战争 总统拒绝了他的要求 被一枪毙命 邵特看这一切也被惊呆了 通过交流 他得知了这名叛徒也是俄国的特工 只是比他更早的渗透到了美国的中军局 为了确保这次计划 好战的领导让他俩都混入了这次行动 接下来的话 是利用美国的随意攻击其他国家 杀死大约900万人 以此挑起世界大战 这门叛徒想让邵特一起见证这个历史的时刻 但突然间 他在电视上看到 俄总统并未死去 只是短暂性的窒息休克 邵特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避免无辜的百姓受害 他还透露 是他绑架了邵特的丈夫 邵特怒不可遏 掏出枪向他开火 但防弹玻璃阻挡了他的攻击 邵特不屈不挠 迅速找到突破方法 他对准墙壁 用机枪扫射 轻松破坏了墙内的电子元件 打开了防弹门 冲进去后 他与这名叛徒 开始了激烈的进展 在危机关头 叛徒解除了核弹的发射权限 虽然中枪 但幸好防弹一保护了他 他利用身份逃脱了惩罚 而邵特则成了这一切的替罪羊 他没有为自己辩解 只是沉默着 当他经过叛徒时 他想要趁机盖掉邵特 但邵特反应更快 一个凌空飞跃 勒住了叛徒的脖子 用自身的力量成功反杀了他 在返回的飞机上 老黑开始与邵特演起了戏 他知道了所有事情 但无法为这个真正英雄邵特平反 为了不让他含冤而死 他悄悄解开了他的手铐 邵特也没有让他失望 找到机会就跳下了飞机 落入海中 不久后 邵特成功上岸脱险 一路狂奔 而这一切只是未来漫长战斗的开始